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3月4日在联大发言时表示 俄军目前正往乌克兰第二大核设施前进 距离仅约32公里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 靠着上帝的恩典 世界昨晚勉强避免了一场核灾难 袭击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处于危险之中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鲁莽和危险 他对乌克兰方面在受到攻击时 仍能把所有六个反应堆保持在安全状态 并尽可能向核监管机构报告表示赞赏 他还表示俄军自上周控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以来 一直不允许工程师和维护人员换班 美国对此保持高度关注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最后警告说 考虑到俄军目前正向乌克兰第二大核电站挺进 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依然存在 对俄罗斯继续控制乌克兰核设施 前中华民国驻新西兰大使戒文吉在4号的中天新闻中分析说 稍微有理性的国家或军队基本上不会摧毁核电站 如果核电站被地面部队摧毁 方圆30公里就草木不生 戒文吉认为俄军目的是控制关键基础设施 这是战争升级的指标 目前在战事胶着9天之后 俄军加大对城市轰炸的力度 同时着手夺取黑海沿岸城市 特别是乌克兰第三大城市奥德萨 俄军攻击舰队3号晚间从黑海朝奥德萨方向移动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 俄军打算对奥德萨发动袭击 已经在黑海发现一支俄罗斯海军的登陆分队 由4艘大型登陆舰以及3艘火箭艇组成 目前正朝奥德萨移动 而且还有数百名士兵 专家示警万一俄军真的夺下奥德萨 就等于控制了乌克兰的经济命脉 一名西方高级情报官员日前表示 俄罗斯现在似乎准备轰炸城市直至其屈服 这可能包括平民伤亡人数的陷助增加 报道说还有官员注意到 俄罗斯的战略从军事目标转向平民 更多的袭击瞄准人口集中的地方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与德国总理萧姿通电话时 坚称俄军没有轰炸住宅区 并称所有关于俄军攻击公寓 学校和医院的报道都是假新闻 英国每日邮报展示的 来自首都基辅郊区的伊尔平的画面证实 平民密集地区受到广泛破坏 一张照片显示一名乌克兰士兵从伊尔平一个体无完肤的轰炸现场救出了一名小婴儿 背景是一座被轰炸的桥梁 另一张照片中伊尔平市遭到大规模炮击之后 一名妇女经过一间正在起火燃烧的房子 看起来心生俱创 还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3月4号 一名妇女在日托米尔被炮击毁坏的孝舍残骸中行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布鲁塞尔与欧洲盟友会面的新闻记者会上告诉记者说 很不幸的预期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苦难在好转前恐怕先变得更糟 但俄国无法征服 正在拼命为自己的未来和自由奋战的4500万人 也无法控制胁迫乌克兰 这足以充分说明其中的意义了 俄国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在3月5号进入第10天 俄军仅拿下了一个重要城市赫尔松 同时却传出普京的爱将 去年10月刚升为中央军区第41军团副指挥官的苏霍维斯基阵亡的消息 据信这将成为俄军陷入消极的一大关键 目前看来俄罗斯正在慢慢沉入乌克兰泥沼 人们正在关注战争的走向 以及这将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史蒂文匹福 对美国之音表示 即使俄罗斯攻下了一些乌克兰城市 战事也可能会将持续下去 他认为俄罗斯仍在军队数量和现代武器方面 保持着显著优势 乌克兰军队很难取胜 但是即使俄罗斯实现最大目标 夺取了基辅 罢免了现任政府 然后建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 接下来发生什么呢 皮福说 俄罗斯人可能正在为一个漫长的占领做好准备 在许多情况下 武装起来的乌克兰人 充满敌对愤怒 我认为乌克兰人将持续抵抗 当地时间3月4号 美国B-52轰炸机飞抵乌克兰邻国罗马尼亚 与北约国进行联合军演 美国之音认为 苏联解体是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 世界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 极大的消弭了大国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但俄军入侵乌克兰 直接破坏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架构 令欧洲陷入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 全球自冷战结束以来相对平静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 但此时正指美国联合盟友将战略重点转移至印太 以中共为主要对手的时刻 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研究员詹姆斯·戈德盖尔 在2号的讨论会上指出 美国近年来的欧洲和俄罗斯政策 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欧洲和俄罗斯的 而是关于中国的 美国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 目的是需要一个安静的莫斯科 这可以让华府将注意力集中在北京身上 但是现在需要关注的是 这种规划是否被打乱 为声援正在被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 全欧洲25个国家 150个电台 相约于3月4号早上 同一时间播放反战歌曲 给和平一个机会 发起人称 这是为了团结并提醒世人 不应该对战争视而不见 根据中央社消息 格林威治时间上午7点45分 包括乌克兰电台在内的150个欧洲电台 同时响起歌曲 给和平一个机会 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发起这次活动的欧洲广播联盟表示 许多欧洲民营广播电台也自发加入活动 包括乌克兰等国家在内的上百万户家庭 汽车与公共场所 都在同一时间想起这支有名的反战歌曲 这场活动的发起人柏林·布兰登堡 新闻广播电台负责人斯勒辛格 向媒体表示 乌克兰战争的可怕 每天越来越显得闲而易见 我们的团结 人性与支持是必要的 欧洲电台 携手提醒世人歌曲的意义是个好的讯号 他敦促我们不应视而不见 备受各界关注的徐州铁链女案再有新进展 3月4日晚间 前调查记者 知名媒体人邓飞 在微博上配图发出实名举报 要求中共司法机构 对涉及铁链女和董某名婚姻的相关人员 进行立案调查 并回答三个问题 邓飞在这篇实名举报中指出 多方持续质疑基于收买犯罪行为产生的婚姻关系 因为被法律规定 因为被当事人的真实议员 铁链女和董志明的婚姻应当视为无效 不产生任何与婚姻相关的权利义务 他还指出 他收到的董志明和铁链女的一组结婚证照片 足以证明其结婚登记涉嫌严重的弄虚作假 江苏调查组的通报也明确了这一点 根据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 民政部 联合发布的一份指导意见规定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相关举报 他说 为进一步查明真相 平息社会疑虑和不安 我们期待在法治框架内 明确董志明和铁链女之间的三个问题 一是两人的结婚登记是否有效 二是是否存在有效合法的婚姻关系 三是铁链女是否属于董志明的家庭成员 消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共鸣 得到数万网民的点赞 转发和留言支持 有人说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要不然就天下大乱了 卤了女人去生完孩子 就变成了适时婚姻了 就变成了家庭成员了 太滑稽 谢谢你还在为铁链女奔波 时政评论人士秦鹏在直播节目中表示 邓飞的举报代表着全世界的朋友们 没有忘掉铁链女 虽然举报内容没有直接挑战 中共把铁链女和小花梅 鉴定成同一个人的巨大问题 但也有利于突破五份通告制造的恐慌 以及对拐卖妇女犯罪的纵容 那么好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 留言和转发 我是婉婷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